我先来问王先生吧 您见不见意说 这个海归回来没找到工作之后 或者没找到理想的工作之后 再回去读的 您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在国外读这个博士呢 跟国内呢 这个讲究读博士不一样 因为国外读博士呢 他对博士的要求呢 是要精要专 而且将来培养出博士呢 他是希望这个博士呢 是从事研究或者从事教学 很少读博士了之后的人呢 再进入到公司里面 来做工作 在公司里面工作 可能也是在公司的研究部门 但很少在管理部门 说是我是博士 那在中国呢 讲的文凭好像博士就很厉害 所以这一点要考虑 如果说你的将来的职业发展 你要是在公司里面工作 做这方面事情的话 再出去四年读博士 他就显得就不值了 当然你要是有另外一种想法 教学也好 研究也好 那读博士无可非议